D&B,5B,Dissert Bean 嗨,大家好 来到安顺,我们这个汉城酒家这里 那今天这一餐的非常丰富吧 也非常丰富 是一个粗茶蛋饭而已 那也是Ice蛋非常幸福一件事情 可以那么的清净 那其实这一届嘛 就今天纯粹说吃吃饭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有一点点的内幕消息 可以通漏 基本上的内幕消息就是 也不是内幕消息就是说 我们希望联盟的总主席 敦马哈迪 行动党的秘书长林冠英 还有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 将在不久的时间 最短的时间 会亲自来安顺 来拜会大家,跟大家见面 同时宣布安顺国会议席的候选人 那么人选是谁 届时会有揭晓 我也不知道是谁了 不过我相信 到时我们在这个机会 想要诚信的邀请 所有安顺的乡亲父老 包括在外的游子们 记得一起来出席 这个相信是 就是今年来 非常空前大型的奖座会 我们也相信 全国大选将在一个月里面就举行 希望在外工作的 安顺的朋友 所有的兄弟们姐妹们 记得 也趁这个机会 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 著名的主持人 Ice的安顺网的各位朋友们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和家平安 谢谢你们 这个 几十大选 不方便 要订机票 要启程回乡 等等 大家都忙成一团 其实这应该搞 不过 怎样都好 国会的这个任期 将在6月24号自动解散 所以 Najib的实质无多 最多剩下两个月而已 那么我们预测 如果你问我 根据种种的迹象显示 目前国会已经 强行通过这个 非常不公平的选区划分 而且在24小时之内即刻生肖 效率还快过火箭 大家就知道 大选已经行在眉睫 箭在悬上 不得不拔 那么什么时候解散呢 其实从几个迹象大家可以看得到 国会啊 这一届的国会 虽然我被赶出来了 但是国会将会开到4月5号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4月5号过后的任何一天 国会都有可能解散 我预测 国会会在这个星期五 在星期五 4月6号解散 请所有姐姐妹妹 兄弟姐妹做好准备 大家一起投神圣的一票 国票之期很可能 会落在5月5 5月6号 那一个周末 也有可能来5月12号 根据宪法就是国会解散 60天内一定要选 不能超过60天 但是最可能的之期 就是5月5号 那一段时间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 来找换代 或在等待 为民族害 为了下一代 是的 那为了下一代呢 我们也希望安顺区 以及周边一代的朋友们呢 都可以抽出你们那宝贵的时间 回到这个箱下这里 就是我们安顺区这里 以及周边一代呢 投出你们神圣的一票 那不管你投给哪一方呢 都是对大家有帮助的 那当然相信大家都有自己这个名字的选择 那我们就期待5月5或者5月6咯 谢谢大家 是的 这边帮我来 我们的YP 我们的YP 来一下 来 这些都是网友的媒体 来 来 是的 老大很兴奋 他说我们可以爱你的 好 谢谢 谢谢